大家好,大家午安 海葵台风在过去几个小时移动速度较为缓慢 目前下午两点中心的位置仍然在澎湖的南南西方大约60公里的海面上 而它的强度持续减弱 下午两点它的近中心风速减弱为每秒25公尺 后风半径也略为缩小到120公里 因此从图上可以看到在下午两点的这一报 在彰化、南投以及屏东地区已经脱离暴风圈的范围 我们目前的路上警戒区域仍然包括的是 云林以南到高雄的各县市 以及澎湖地区跟即将影响的金门地区 而台风虽然逐渐减弱 带来的一些风势跟雨势在今天下午也有逐渐减缓的趋势 但我们还是要持续提醒大家 从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到 台风的整个结构变得比较松散了 但是仍然有持续把一些水气带到台湾陆地上 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到大致上有分成两个形态 一个是在台风的南侧这里的西南风 持续把一些比较多的水气移进我们的云林以南的陆地区域 而另外在台风更外侧在我们东部海面上 这一带因为吹的是南风到偏东南风 因此主要的云封面仍然是以宜兰花莲地区为主 而有些云系在遇到宜兰花莲之后 甚至会越过中央山脉 影响到我们的北部或中部部分地区 所以在宜花地区南部地区降雨的状况会比较持续一些 而另外在中部以北有时候也会有些间歇性的雨势 那要提醒大家像图上这种比较红色到黄色强的对流通过的时候 有时候会带来一阵间歇性比较大的雨势 因此还是要注意有时候会遇到短延时较强的降雨 而根据这样子的整个雷达回波状况 我们也可以看到雨量预测图 预计在今天下午这段时间 整个降雨的热区一部分是在南部地区 另外一部分是在宜花地区 要提醒大家气象局持续发布豪雨特报 提醒花莲县以及宜兰山区高平山区 仍然有局部豪雨出现的几率 而云林以南地区新北市 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也可能有局部大雨 另外我们也要提醒 因为澎湖还是离台风附近比较近一些 有时候对流雨带通过的时候 也有比较大的雨势出现 而到了今天的入夜之后 在台湾本岛整体的雨势会变得比较缓和一些 但还没有完全停下来 可以看到在南部东半部甚至部分北部地区 还是有一些短暂雨的状况 而另外我们也要提醒晚间金门 可能影响的情形又会比现在再明显一些 所以金门地区入夜之后都要注意 风跟雨还会有机会再略微增强 而在风力的部分我们可以从图上看到 在今天中午过后其实整体的风力跟稍早相比是有比较减弱的情形 但是要提醒在澎湖仍然有10到11级的强震风 而在南部的沿海空旷地区 北海岸以及金门地区仍然要注意9到10级的强震风 预计到今天入夜之后整个南部地区的风就会明显的缓和下来 但是澎湖跟金门仍然要留意强震风的状况 而海盔台风在这几天为我们带来相当当的雨量 从累积雨量图 这是从9月2号凌晨0点累积到刚刚稍早 9月4号1点50分的累积雨量可以看到 在花莲的秀林的山区已经出现超过900毫米的累积雨量 而在宜兰大同的山区以及相邻的台中和平山区 累积雨量也已经达到接近600或甚至是超过600毫米 另外在比较南边的台东海端以及高雄桃源山区 累积雨量也将近快要500毫米 提醒大家这些地方因为累积了大量的降水 土壤含水量非常的高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可能都有一些潜在灾害的风险 要提醒大家未来几天如果非必要的话 尽量避免前往这些山区活动 而另外台湾沿海在今天其实风浪也还是特别的大 尤其在南部以及澎湖马祖 仍然容易出现四米以上的浪高 也是要提醒大家 非必要的话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 以上就是这节最新的台风动态说明